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给大家解读一部经典电影《傀儡人生》 大幕拉开,聚光灯亮剂,木偶尽情表演,享受舞台 而操控木偶的男主充满了痛苦与迷茫 男主热爱木偶事业,他可以在表演中人偶合一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木偶夜的低迷让男主无法维持生计 迫于生活的无奈,男主只能去找工作 而他面试的地方非常独特,位于七八层之间,也就是七层半 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都必须低头弯腰 至于这个建筑的由来,相传是一个船长 为了自己矮小的爱人建造的 经过面试,老板对男主很满意,直接录用了 在这里,男主遇到了短发女,他知性美丽又性感 和家里的妻子女主相比,就是天使 男主和女主的生活已经趋于平淡,没有激情 而且女主分不开工作和生活 由于是动物管理员,家里都成了动物园 生活杂乱不堪,婚姻名存失望 短发女仿佛是男主的第二春 于是男主对短发女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可是短发女如同冰山美人一般,对男主很是冷淡 直到这天,一切发生了改变 男主工作时意外发现公司有一个密道 密道里是一望无际的黑暗 男主好急地爬了进去 突然一阵气流将男主吸走 再次睁眼时,男主发现他在一个男明星的大脑里 就这样,男主窥视着男明星的一切 仿佛自己也成了明星 15分钟后,男主被弹射在一个高速公路旁 这样的发现让男主很是激动 赶紧跑回了公司,告诉了短发女 短发女是个精明的女人 但立马意识到这是个商机 于是两人成立了一家公司 让别人花钱体验15分钟男明星的生活 果然生意异常火爆 很多生活的失败者都想体验一次成功人士的生活 男主也将此事告诉了女主 女主很是好奇 也想体验一下男明星的生活 谁知女主体验到当男人的感觉后一发不可收拾 竟想变性成为男人 而且还迷恋上了短发女 这天短发女查到了男明星的电话 给她打电话想跟她约会 男明星直接拒绝了 可是这时女主正在男明星的大脑里 她不停地重复着去约会吧 男明星以为是自己大脑里的想法 就赴约了 女主通过男明星的眼睛观察短发女 深深地被吸引了 于是在现实生活中 女主邀请短发女来家里共计晚餐 男主万万没有想到女主竟成了自己的情题 两人热情地向短发女表达爱意 情政纪念时两人竟同时亲了短发女 可是短发女对男主完全不感兴趣 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但是却对女主表达了爱意 不过爱意的前提是她必须在男明星的身体中 之后女主开始经常进入男明星的大脑里 和短发女约会 两人浓情密意 还做了羞羞的事 女主彻底爱上了短发女 另一篇 经常失忆的男主孤独地躺在床上 嫉妒和愤怒充斥着她的心房 于是等女主回家后 她把女主绑了起来 威胁女主约短发女出来 再趁机进入男明星的身体 和短发女做了羞羞的事 不过从这之后 男明星发现自己被控制了 自从认识短发女后 大脑里总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她怀疑短发女是女巫 给自己施了魔法 她打算调查真相 于是跟踪短发女来到了七层半 发现了无数人都想进入自己的大脑中 体验自己的生活 男明星还是愤怒又很困惑 为了验证真实性 她进入了自己的大脑中 看到了光怪陆离的场景 这里有无数个自己 有的斯文 有的妖娆 各式各样 就连餐厅中的菜单也是自己的名字 这些人是她 但又不是她 男明星被吓到了 疯狂淘宝 当她出来后 要求男主关闭密道 但是男主不同意 还说如果她想走法律程序 那时自己会进入她的大脑 改变事情的发展方向 而且因为男主是木偶师的原因 她已经发现了控制男明星身体的方式 就像控制木偶一样 于是男主长期待在了男明星的大脑中 男明星也彻底沦为了木偶 被男主操控着 另一边 女主倒出来后 立即打电话 告诉了短发女真相 但是短发女根本不在乎真相 她只在乎财富和权利 如果男主可以掌控男明星 那么她只要掌控好男主 一切都会是自己的 如短发女所愿 男主利用男明星的身体 发展了木偶事业 由于男明星的名气和威望 木偶事业大火 男主也功成名就 还和短发女结了婚 只是怀孕之后的短发女 经常看着女主的人偶发呆 而女主被包弃后 找到了七层半的老板 希望老板可以帮她 因为她曾经参观老板家时 看到老板家中 有很多男明星的资料 她断定老板和男明星 有着密切的联系 况且密室也是在老板公司发现的 老板肯定知道此事 果然不出所料 老板确实知道 原来老板就是建筑这座大楼的船长 当初船长发现了密道 通过密道占据了老板的身体 从此通过占据他人的身体 达到了长生不死 而男明星就是下一个寄屈体 等到男明星44岁生日那天 进入他的大脑 就可以永远的成为男明星 老板还表示 愿意在男明星的大脑中 给他留一个席位 和一群人一起进入男明星的大脑 看来不止一人 想占据男明星的大脑 得到永生 转眼间 男明星44岁生日了 男主回到家打算庆祝一番 却发现短发女被绑架了 并接到威胁电话 让男主离开男明星的大脑 忽然就杀了短发女 男主很是不舍 他知道 自己拥有这一切 都是因为男明星的外壳 失去这个外壳将失去一切 但是他爱短发女 最终对短发女的爱 占上了一切虚荣 他离开了男明星的大脑 可刚出来 就看到女主和短发女紧紧相拥 护俗中长 原来老板和女主绑架了短发女后 女主看着眼前的短发女牺牲怨恨 觉得自己得不到 别人也别想得到 打算杀了她 短发女情急之下 跑进了密道 女主也跟了进去 他们进入了男明星的潜意识 两人追逐过程中 看到了男明星的一生 发现男明星小时候 经常被人嘲笑和孤立 经常一个人躲起来 孤独又自卑 15分钟过后 他们弹出了男明星的大脑 短发女抓住时机 向女主表白 说孩子其实是女主的 是女主在男明星的身体中 怀上的 所以她才决定留下孩子 两人深情相拥 男主则失去了一切 看着女主和短发女 携手离开 悲动欲绝 睁眼间七年过去了 寄居在男明星身体中的船长 又看上了下一个寄居体 她是短发女的孩子 他们通过孩子的眼睛 看世界 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傀儡人生》 又名成为约翰·马尔克维奇 作为一部1999年的作品 如今来看 影片的寓意仍然不过时 影片中男主的工作地点 是七层半 七上八下 工作中只能卑躬唧需 这也象征着很多人的生活困境 活得不上不下 尴尬又窘迫 而改变现状 最快的方式 就是放弃自我 成为别人 或许每个人都曾渴望过 成为别人 轻而易举地拥有财富和地位 似无忌惮地 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不劳而获 就要出卖自我 放弃自己 像男主一样 虽然进入了男明星的身体中 用他的身体得到了一切 但当男主选择成为男明星的那一刻 世上就再也没有男主这个人了 男主以为自己操控着木偶 没想到他也成了短发女的鲜鲜木偶 短发女算是影片中独特的设定 她是唯一没有进入男明星大脑的人 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懂得诱惑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更像是欲望的象征 每个人都会被他迷惑 无所不用其极地讨好他 哪怕迷失了心窍 丢掉了真正的自己 当他离开时 又会崩溃得无法接受 殊不知 放下欲望才能成为自己 不忘初心才可方得始终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的节奏篇 落了以后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